你们守在画坊四周 不得让任何人离开 是 岂有此理 夫君 怎么回事 夫君 女儿实在万不得已才惊动您 阿兰惹与莫先生竟不顾师徒伦理 思乡授受 暗通款取 此刻 他们二人便在账中 夫君 我同姐姐也是头一回遭遇此事 吓得慌了神 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一大早 你们为何都聚在我们夫妻房内啊 啊 本君 这里太吵了 阿兰惹还没有醒 我带他先走一步 此事 待本君调查清楚以后 一定会给希泽大人一个交代 他不是希泽 他一定是苏摩叶 苏摩叶变化之术高超 连傅君您也不一定识得出来呀 您一定要相信女儿啊 别说了 希泽大人 这阿兰惹殿下是怎么了 这里 大家恐怕有些误会 我先带阿兰惹殿下 去我那儿休息 上君 在下着实未料到 上君你也在这里 莫先生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子的 昨夜苏某得了一封信 落的是阿兰惹之名 邀我陈时之画坊相见 但阿兰惹的字 是苏某一手教的 是不是他亲笔手书 寻常人瞧不出来 但苏某却还能分辨一二 因此 因此想挑个清白的时辰 前来询问阿兰惹 不曾想 却遇上上君 一携着两位公主前来探视他 倒是苏某 没挑对时辰 夫君 你别听他的 他全是乱说 这等事 三公主 不好 不好冤枉苏某乱说 苏某这里 还存着您的另一封手书呢 回去 我还存着您的